香港超过6万市民占中真普选 虽然传出中共封锁相片分享平台Instagram 来阻挡抗争讯息的传播 但是大陆民众还是用隐晦的方式 支持这股抗共真民主 请看我们的报道 据大陆维权网站维权网28号报道 为了声援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活动 在北京上榜的湖南榜民张伟山 染虫碧等人打出邪友 支持港人争取真普选 你们做我们跟等字样的牌子 并上传照片的网上 而在湖南的民主人士欧阳金华 六月飞雪 帖子等十多人 也在越路山举牌表示支持港人行动 还有一些大陆网友则发起 光明鼎行动通过剃光自己头发的方式 声援香港民主 从上传到社交媒体推特上的图片看 参加活动的人也不少 其中包括大陆知名人权活动人士 王力宏 网友欧标峰等 有大陆民众表示 香港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 大陆民众一定要学会向独裁政权说不 新常人记者 田径李勇采访报道